这是一次睽違半年之久的旅行 半年前因护照过期未能及时发现 我没能去尘不起眼二期FETSG 一万多元的机票与旅馆漂亮的打了个水漂 规划好的圣地之旅也完美泡汤 我的旅行中址一直很简单 说走就走 手机 钱包 充电器 三样东西能带你到日本的任何角落 这一次搭乘的是长榮航空 他们的机上餐点总是不让我失望 去城约是早上9点左右 我点的是果香糖醋猪肉佐白饭 白饭的粘度与湿度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 猪肉的口感相当的嫩 与白饭的搭配更是妙不可言 一旁的花椰菜与萝卜 使整体的色感更加多元 沙拉的部分是芹菜鸡肉沙拉 芹菜清脆酥爽 鸡肉富有嚼劲 使煮菜的油腻可以得到适当的疏解 小面包搭配奶油基本就是标配 所以就不多做介绍 甜点有点类似棒蛋糕 口感厚实 上头干草莓则做到了味道上的点缀 相当不错 水果 苹果与柳丁的结合 甜与甜不让彼此吃掉的彼此的风味 整体而言满分五分我愿意给到四分 日本东京的天气并不是很优 连绵不绝地下着小雨 以东京为舞台的作品多如繁星 五天四夜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不打算下品 也不打算逛名胜古迹 而是选择了一条心灵探索的旅程 我给了自己三样目标 不起眼女主角 白色相簿 你的名字 三部都是在我人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 今天是6月6号 很幸运落在为庆祝东马河沙5月28生日的插画展结束前 地点是在秋叶园虎之穴吸管 反正外头下着雨 跑远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第一站就是所有东漫迷都应该知道的 秋叶园 这边有安利美特 虎之穴 SOFMAP 以及各式各样的宅店 动漫里那些熟悉的景色 现在就在眼前 但对于我这宅店逛多的 实在没有太兴奋缺悦的心情 来到了店门口 很可惜里面大多数都不能摄影 我一直给了签名版与人形立会的摄影区 上头有玩户史明 米泽园 升天木人美的签名 真希望能在5月28就来到这里 将真的一堵东马雪菜同台高歌的真人版了 之后又逛了一些宅店 但你懂的 未成年物看的东西 不能出现在画面上 第二天 6月7号 早上先去竹地当一回盘子 小小一碗海胆金枪鱼卵丼饭 竟然就要价3400日币 果不起 食材新不新鲜 一吃就知道 海胆的口感相当鲜甜 放入嘴中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绵密 真不愧是大海味道的绝品 那种独特的香气蔓延在嘴里 甘甜的滋味也随着唾液不断胜出 金枪鱼卵则是综合海胆那过分的海味 混着白饭放入口中 立马在嘴里放起了跨年烟火秀似的 小小的一碗丼饭 却足足让我慢慢品尝近一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该去圣地巡礼了 预台厂是日本著名的海浦新生地 作用在东京湾上头有着美不伸瘦的海景 而海鸥线就是围绕台厂所建筑的高架铁路 在日本铁路系统中 海鸥线数一数二的贵 它不隶属于任何票券优惠中 被归类在观光类型的海鸥线 光是一站的距离就是190日元起跳 所以大部分要去有名国际展示场 都会选择火车系统的领海线 但是林北今天是来观光的 怎么能不来做一次呢 有名除了每年最大同仁制集收尾 Karmic最熟悉的国际展示场之外 基本就是一些办公大楼用地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Karmic 这边就是塞满人潮 一路绵延到车站 只有恶心可以形容 这是我第二次来展示场 但不管看几次都还是很壮观 Babe Unless you You Hail it My eyes can't see you Babe 印尼迪跟人也出事吵架的地方 后面那个就是Karmic的会场 他们从后面这个地方这样走过来 他在跟这边讲讲话 之后呢印尼迪吵架 跑过去 然后我这边跑了 印尼迪往这边跑了 哭泣跑了 帽子大概就要掉到地上 这里修正一下 当时小慧是站在这个楼梯的上头 看向吵架的两人 信号灯由红转绿下 印尼迪一边哭泣一边跑向了有名车站 所以并不是我说的这个路口 而是 这个才对 当时直到我坐车前往台场时 才想到讲错了 但毕竟是印尼迪的场景嘛 没什么好留念的 自然你这就不对咯 这也是小慧那个别离的场景啊 你闭嘴 有名结束后 圣体巡礼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时间大约是两点左右 我们先去了附近的富士电视台晃晃 之后去台场看1比1的独角兽缸弹 第一支RX18因展棋结束没能亲眼目睹 但第二支的这个独角兽 真不愧是万代爸爸最会练才的机体 当你站在脚下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动画中那些人 看到钢弹会这么惊讶啊 真的很壮观 我想也只有这么吹毛求刺的日本人 才能将独角兽还原到这种地步 现场晚间六到八点 每一个整点都有一场灯光秀 灯光会随着后面墙上的动画 颜色变化并打在钢弹上 中途休息的时间 你就跑去商场的顶楼夹夹精品 对啊 要压着 不好意思 时间八点多 差不多是适合情侣约会的时间 但很可惜 恨我同行的是一个死肥仔 两个大人来这边看如此美丽的东京湾夜景 实在有种说不出的 诶 嘎嘎看 我们现在后面看到的 这个就是台场的西尔顿酒店 西尔顿酒店就是在 物棋颜角的地灵画 在玄邪招待他们 中人去那边创作的这个酒店 然后你看到就一望出去 那个夜景桥 就能看到彩虹大桥 跟台场的自由女神 非常的壮观 他们那时候 小汇跟轮延就在后面这个桥 这个地方 他在那边约会 讲话这样 对 然后镜头再过去就是模糊的夜景 非常的漂亮 那這就是商城 然後後面是富士電電視台 這裡光害不多 想偷偷手牽手或摸摸都非常的合適 再加上旁邊就是希爾頓酒店 哦你懂的 不過一碗不便宜啊 差不多要三萬多日幣吧 很有錢的時候 再來租一碗看看吧 另外也有人問春溪與雪菜是不是就是住在這 我個人是不確定啦 唯一一直確定他們是有到有名看海景 然後吃高檔晚餐 開房間 洗澡 春溪應對東馬連連不忘 那就被雪菜拒絕了 總結一下今天的行程 竹地有名再到台場 台場建議下午晚上再來會比較漂亮 然後看這個樣的夜景 哇在這邊告白什麼的對不對 第三天6月8號 今天是單獨行動 行程非常熱血 早上加藤會路線 下午時雨學姐路線 首先搭乘三手線到高田馬場 先去豐之奇學院的現實模型動漫學院瞄一眼 之後往早稻田車站的方向走去 上面這一塊就是今天活動的範圍 包括最著名的 Nozuki Zaka 也是作品中稱作探偵版的版道 以及上下課都會看到的督店 黃川縣 動畫裡實際拍攝的地點是落在鐵軌的後方遠處 建議使用長鏡頭 就能拍出同樣的效果 接著就是各位最期待的那個命運的版道啦 別看動畫那樣實際到訪你才知道有多抖 搭配艷陽高照的藍天 光是來回一趟就汗流夾背 這個坡道可以說是非常的抖 真的很抖 真的很抖 還這樣走上來 他們怎麼會想要在這地方告白呢 正式啊 超累起來 動畫裡告白還站在馬路中央 果然是群盡力旺盛的小鬼頭啊 基本上非常的還原 那像這個地方 它已經少了一個綠色的護欄 原本應該是兩個綠色護欄 然後這邊你看從這邊補過圖 所以這一段應該是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挖水管什麼的 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現在只剩一個綠色了 所以你現在來的話 畫面會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白灰走了一趟後 當然是開始四處尋找劇中的畫面啦 像是第三畫小灰找學姐 演練倫野心目中女主角的橋段 倫野呆坐在門前的畫面 以及黑金偷偷躲在後面偷灰的可愛模樣 完全能感受到劇組在還原度上的用心 當然啦 帥這種東西啊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還原的啊 自知知名 了解一下 吃啦 奇怪 所以我說那個命運的邂逅呢 回程路上當然也沒忘橋上學姐的畫面 很可惜 現實是殘酷的 你還是堅強的活下去吧 吃啦 此時時間差不多接近中午 跟我抓的時間差不多 作為銜接學姐路線前的暖身 那個熟悉的咖啡廳再適合不過了 先從高田馬場搭至上石神井 再轉乘各站停的列車到東福建 再步行約六分鐘就會到了 好 那麼我們就進去用餐吧 我應該只有一個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人多不多 假設如果人不多的話 我想跟他熟 跟他要求的某個位置 一般咖啡廳的價格 對 那那時候小慧他點的應該是這個 城野丸 然後他應該是點紅茶 一般的紅茶這個 Iced Teflot Iced Teflot 對 或是Iced Tea Iced Tea就是一般的紅茶而已 冰紅茶 那其他的餐點的部分就是一般比較常見的 你懂嗎 在點餐前我先是說明了本次來店的目的 店員一聽笑了笑說是 當天雖然是平日中午 但正巧那個位置有主客人 無奈只能選擇旁邊的位置 作品中小慧有點過起司蛋糕 三明治丹麥脆皮餅等等 可惜蛋糕也沒有在菜單上 三明治我又沒特別想吃 丹麥脆皮餅的品名叫做冰與火 意思就是在剛烤好的脆皮餅上放上一球冰淇淋 隨著我們在菜單上 隨著空氣中的溫度變化 冰淇淋慢慢融化 沁入餅皮中 我輕輕地咬了一口 兩者交融在嘴中 形成冰與火的交響樂 酥脆的口感夾在冰淇淋與蜂蜜的甜味 在嘴巴蔓延開來 我靠 我覺得這一趟完全止了 在品嘗美食的同時 當然也不忘拍拍當時第七話小慧 獨自坐在座位上深思的感覺 保持了一頓後 下午繼續前往下一個聖地 河光市 現實為祁鈺縣的河光市 在劇中被稱為河河市 是戀愛節拍器的取景地 同時也多次出現在本傳之中 是一個沒有稱得上名產景點的樸素城市 從東福建到河光市有很多種選擇 這邊列出兩種路線供你參考 第一種就是直接搭乘新武新宿線 衝到底站本穿越 再搭乘東武東上線到河光市 這個的好處是可以先從穿越 順道去白色象不二的聖地 南谷谷車站再去河光市 缺點是轉車轉來轉去很花錢 第二種就是像我一樣 先坐回上石神井 轉乘巴士及六十一路做到底站成真 路上如果剛好遇到國高中生放學時間 就可以像我一樣坐在後面裝作外地人 然後借機溫路就可以實現和GK的對話了 之後再轉成遊樂艇地下鐵 就可以順利到河光市 我出發的時間約是下午1點50分 花費差不多一小時左右吧 這個就是學姐縣的他們的故鄉 戀愛解分析的取景地 那這個是在四五六話 他們跟學姐吵架的那個時候 然後學姐最後一班車沒搭上嘛 然後就來到一個旅館住在東橫印這個地方 學姐在這個進去之後呢 他有一個印的一個休息廳 在這個地方休息廳 然後就在那邊坐著 然後外面下著雨 然後他從裡面看出來 看到有一點可能蹲在外面 然後就在臨時的樣子 這就是價錢 對 他價錢一萬大概也要兩千多塊 三千多塊一個價錢 雖然住得起 不過有機會再來住住看吧 如果你運氣好碰上下雨或下雪 你就能更深入體悟學姐或是輪延那 心如刀割痛苦別離的興起 然後就在這裏面上下雪中柱 懶得調角度所以隨便拍的人形蓋 車站一出來的咖啡廳 啊這邊我想吐槽一下 輪影你最好這樣沒看到學姐啦 我實際走過一趟 那個轉角有人走過去超明顯的好不好 這叫劇情所需 ok懂嗎 最厲害的是這個URA 三個字以及後頭的防範攝影機標誌 完全一致喔我的天 道別的旅館門口 有點曖昧又色色的旅館招牌 另外還有我相當喜愛的一個分鏡 在動畫作品中用天氣來測斜角色的內心變化是常見的手法 用灰蒙蒙的墨色物語密布整個天空 而降下的淒涼無情的白雪 彷彿是要掩蓋彼此的罪似的 座落在大地上的電線杆 一紅一黑 就像是屍與輪野 兩側的電線從遠處匯聚在了一點 而後漸行漸遠 從知曉了霞獅子真實身份後 兩人越走越近 霞獅子渴望自己的頭號粉絲能夠選擇自己 但輪野無情力拒絕了 這道傷痕至今人又刻印在雪姊身上 作品透過電線杆 電車 電視牆等等的元素 堆積輪野內心的罪惡感與不安 這個公園呢 就是當時輪野跟雪姊 第一次就是他希望他幫他看結局 結果輪野拒絕的那個夜晚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下著雪 然後兩個人在這個街道 這個電線杆跟這個台燈 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畫面 對 覺得這個地方道別 對 好 我們走下一個地方 對 好 這邊我們來到的就是這個齊皮狗公園 然後這個就是當時出海一出現登場的時候 Ellylly就 欸 怎麼有鏡裡出現了 然後他們就來到這個公園講話 然後走進來 然後這是那個敗犬溜滑梯 然後那邊有一個凳子 那時候學姊跟Ellylly坐在那邊畫那個場景 然後呢小慧出海跟輪野就坐在樹下的那個洞 那邊在聊天 然後那個那個 學姊就說 欸 你現在是怎樣 想要溜滑梯滿這個敗犬 然後就指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這個溜滑梯 好 就是這個溜滑梯 非常的溜滑梯 所以我還是給各位看 公園後面的橘色就是富都新縣 當時在抓緊的時候 特別等了快20分鐘才終於抓到一班車駛過的畫面 其他包括椅子 沙坑都仿佛可以看到當時雀躍和輪野分享自己成長的出海 相當的有感觸 欸對了 各位應該有看到這個球錢吧 還有赤子之心的你們一定會像我一樣這樣玩對不對 好 我和光師的行程已經要準備回去了 那這個是往東武東往池上方向的 那時候他們的電車最後一班是凌晨的0.02分 就是0.02分 那一班的電車其實是存在的 那目前就是這個地方 它會寫著最後一班是寫0.02往時代的方向 然後會有一班做一班列車 重班列車那是六日才有 所以是真的存在 就是它動畫還原的非常的好 對 如果不懂得我說明一下 當時輪野因找不到學姐 正由於是否要放棄並搭乘往池上的末班車離開和光市 六日的末班發車時刻 確實就是0.02分 你可以看到當時作品特別的以車站上方的輔警 表現上下車的民眾 最後以當時別離的旅館招牌閃過 輪野心一橫 決定獨一把衝向旅館找學姐 說真的 比起什麼探偵版 何光市更值得喜愛 不企業女主角的你來一趟的 來過以後 每一出的細節保證讓你刻苦銘心 然後你再重看一次第六話 你不變學姐派 算我輸 那我們今天的小慧跟學姐的聖地巡禮就到這邊為止 至於會不會有下篇呢 看看這第一次的VLOG點閱率夠高 再來考慮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關注我 按個讚點個收藏推薦支持一下嘛 對於影片中的聖地巡禮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赤狼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不一定見啦 將捏 !